提供最及時翻譯 巴拉乖總統訪台 蔡總統熱情當地陪 聊天來都可以看見 傳譯人員王秀娟 不停在兩國元首間 傳遞翻譯 而前一天王秀娟這段翻譯 更讓她瞬間登上 網路搜尋榜 明明人家卡提斯說的是 蔣介石從王秀娟口中出來 卻自動跳過 蔣介石三個字 共被提起三次 完全沒露出機會 但兩國元首會面重要場合 專家表示 通常講稿都事前提供 這次消音事件 是故意還是不專業 國內很多東西都政治化了 已經看到很多地方 我們政治影響到 一些專業人員的判斷 事先拿到手 事先翻譯好的 他不可能是把蔣介石漏掉的 一定是經過這個核定的港 秀娟他翻譯中文的部分 是歷史的清清楚楚 將開線 一定是商人人把他劃掉 不管跟著前總統 陳水變參加巴拿馬國慶 還是跟著前總統 馬英九出訪 王秀娟歷經三任總統首席翻譯官 今年一月還陪蔡英文出訪中美洲 二十年翻譯資歷 小時候曾住過阿根廷 演講時曾說過 寧可漏翻也不要亂翻 發生若干疏漏 那外交部會認真的檢討改進 最重要是要把這個訪兵的團 能夠先做好 翻譯突賊 敏感字眼三度自動消音 是高層受益去將 還是王秀娟自動避掉 長官可能不想聽的字眼 外交部沒有模糊空間 這有花哨品李逸璇 台北報導